軍人節的紀念棒球 送上紀念棒球 93軍人節前夕 總統賴清德向國軍官兵致敬 我們看到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在工作時身上的重量 高達40公斤 總統關心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不過外界恐怕更關注精華城案 前一晚民眾黨北檢場外開講 立委成招姿字報有傳簡訊給總統 請他公平人道對待柯文哲 不是網開一面 不是特權 就只要最基本的公平跟人道 因為看到我們主席 受到幾十個小時的精神淋慰 強調自己求的只是公平 但雖說陳昭姿獨派背景出身 他和賴總統有何私交 居然熟到能夠簡訊往來 賴總統跟我是長期的朋友 大家知道過去我是 是所謂非常堅定的 所謂的綠營的支持者 他與我認識的時間 大概二三十年之久 他曾經曾經在我們宴當過住院儀式 說他們是二十年好友 但這訊息總統現在恐怕收不到 因為總統府回應 基於國安考量 總統已停用私人手機 強調該案已進入司法程序 總統不會對司法偵辦中的個案 做任何評論 從鄭文燦涉灘到京華城弊案 賴政府上任後 檢調動起來 總統上專訪表示自己原則 是不分黨派不問何人 只要違法就鼓勵檢調依法查辦 勿往勿縱 尊重司法獨立性 或許就是總統開綠燈 打擊黑金 不問顏色